汇集了鹿港知名的小吃 这个鹿西宴每一年都抢翻天 那么今年要办在11月25号跟26号 那两天呢总共开200桌 吸引了很多人来疯抢 今天早上八点钟开放登记 居然有台中的民众为了要能够现场报名 他昨天晚上八点半就已经来鹿港政公所前面卡位 要抢投降 那网路报名也是在30秒内 统统被秒杀光了 张鹿鹿港政公所前大牌长龙 统统都是抢报名鹿西宴民众 十四号早上八点开放现场登记 有台中雾峰民众抢首日桌子 前一晚八点半就来卡位抢投降 昨天晚上八点半 为什么要这么早过来 我想我第一次参加 想说怕排不到所以我提早过来 就穿了三件 因为穿三件 我们最近还没有刷毛的 真的很冷 天气转冷抢投降民众 穿三件衣服预寒 带着小板凳靠着墙壁睡了一晚 排到第一相当开心 另外这位要抢第二天桌刺 凌晨四点半到场也拿第一名 凌晨四点 为什么特别想要来拍这个 因为好吃了 第五年举办的陆西宴 将在十一月二五二六登场 两天总桌数有两百桌 分为现场网络以及传真报名 而现场登记二十分钟完成 网络报名大家拼手速 更是三十秒就被抢光 我们的网络报名在八点的三十秒 就已经全部抢购一空 陆西宴的状况也是一年比一年 还要空性绝后 不过即使万物起漲 但陆港镇长仍拍板动掌 陆西宴每桌围持四千元 就能吃到包括乌鱼子 蒲梢门等时走到在地美食 表示咬着牙都会维持往年水准 也吸引偷客秒杀抢购一空 这里林一峰总华报导